主席 主席 我們各位財經的先進 大家早 主席 本期先就民進黨的立場 和這個潘委員 來交換意見 民進黨主張 尤其是蔡英文主席 就是要來審 而且盡量的希望今年能夠來審查通過 這個兩岸監督條例 這是民進黨立場 第二個就這個自貿區啊 的立場也是希望 主條的來審 我想這個和其他的服貿這不一樣的 一個立場好不好 先謝謝這個班委員 請一下那個張部長和曾主委 張部長曾主委 我也好 兩位首長早 那個部長 我是不是就這個財政部有一個這樣的一個簽訂 兩岸駐稅協定以及這個 還是特色的這樣的一個案例 這是不是類似這樣 是這樣嗎 所以我想 因為你剛剛有講到說 兩岸駐稅協定已經都有共識 而且和產業界 會計師界也都有共識 現在只剩下國安部門的一個評估 所以你預計什麼時候可以 完成這樣一個重要協定 如果國安的第二階段審查 很快就通過 接著 現在 還機會有再做一些動作 那這些都順利 我相信很快 這些部分基本上都是比較技術面 應該不是那麼的複雜 把實質面都沒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說 你是不是抓一個時間點 這樣大家比較有一個 這個所謂的管理的目標 時間點我一定要尊重陸委會 因為這兩岸之間的 當然了解 當然了解 但是就像三次亞投行 捅了那麼大的這個簍子 實際上部位首長在內閣會議 在相關的國安會你們都練習 這個大家可以溝通的 有 報委員有實誠 只是說我不方便越 但是你好歹你是主管機關 是是 這我們在兩岸的特殊狀況 有個陸委會的這樣的設計 但是最重要還是主管部會 我們有建議 所以這個當時你有講過 如果這個通過之後 這個相關的所得稅法 4-3-4 這個什麼時候要處理 這個我就 立刻就找當初的招委來協商 立刻就找 所以這個就緩緩相扣 希望部長就這個部分 能夠加速的來進行 跟今天的報告也有關係 希望這個地方 在這個會期 這個會期 我是說這個立委的 這個結束之前 總統任期之前 我們完成 應該沒問題 希望不要拖到那麼久 希望年底以前 年底以前可以 我們師母帶 我們希望 因為這已經追蹤很久 好不好 再來就是下一張 有關那個全球性 這個從那個 Capital那本書 皮凱提先生的 這個全球的追稅 因為全世界每一個國家 都面臨這個 共同的痛苦 所以現在來到這個階段 不只是美國的肥卡條款 幾乎包括這一次 我在總執行 也特別請教院長和部長 就是這個84個國家 簽署了這樣的相關的協定 就是這個叫做 租稅行政付出公約 這個主要的國家都簽訂了 84個國家 我國什麼時候加入 目前是85個國家 更好 那更好 85個國家 那我們 還沒有加入 對 就是部長 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知道我要問的 這個對於我們 今天要就 要追 追究的事情 要探討的議題 或者是43條 至3至4 這個所得稅法 都是相關的 那 以前所謂的避稅天堂 這個 開曼青島 瑞士 維京青島 現在也都簽了這個 就是在這個 出稅行政付出公約之外的 所謂的多邊主管協定 Multilateral 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 這個 他們也都加入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對於 將來大家沒有避稅 所以將來的情勢 其實越來對我們越有利 為什麼呢 對全世界每一個政府都有利 因為 台商 台商想在這些珠穗天堂 規避就不太容易了 對 部長 我們也讓台商來了解 古早上 就台灣的行李洋 都兩本小三本小 這個事情慢慢的 越來越不可能 再加上現在都是 電子商務很多的 也不可能嘛 你也不可能 攜帶著現金這樣的 搭著飛機這樣走 都是要申報 所以 越早處理 大家越容易 對於未來的發展越好 你同意嗎 同意 所以是不是這個整個 那有沒有要努力提出申請加入這些協定 沒有道理 這個前院長陳聰都說 這個對大家有利 他會期待我們加入的 我們一定要 一定要申請加入 我跟委員報告 你看我們的報告 OECD的15個計畫還沒完成 我們才知道 你說15項這個計畫 我們就先動作了 做兩項 我沒有時間 繼續探討 我剛剛很肯定 我已經說 我們就先動作了 那我們一定要跟國際 之間付出 因為他 大概國際的付出 大概三個方面 一個資訊交換 一個 對 就是那三方面 一個送達 部長 不好意思 那上一次總質詢 也和你交換過意見 就不再那個 用這個時間 謝謝 那下一張 三次啊 我已經兩次給你請教 因為在你的報告裡面 那個是 政府創造 這個一千多億 的這個這樣的一個產值 然後節省支出六七百億 然後就業機會二點五 這很大的成就 所以為什麼 我不斷的追蹤這件事情 那今天我請部長 你再講一次 你最得意的一項事情 得意啊 不要說 其實 雙和醫院 就是一個很 很好的一個成就 那應該幾百年前 對啦 那些十幾年 我當秘書長時代的事情 你都還講雙和醫院 部長 我就舉這幾個例子 有一點誇張啦 我覺得你那個報告 我不是反對這樣的事情 我是說 我們要更謹慎的 如果能夠有那麼好的計畫 當然要更積極的 但是有的 碰空灌水的比較厲害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這先跳過好了 好不好 希望 我們同仁 繼續加強這個部分 那我先請教一下 曾主委 曾主委 最近這個 一萬 這個一千 六七百億 這個 這個不太正常 短期的現象 和中國的整個的 降低存款準備力 中國的QE 某種程度的QE 包括地方債的這個轉換 都有關係 你認為是不是 有一個現象 跟委員報告 台灣的股市 跟大陸的資金 其實連動 不是那麼密切 那跟委員報告 禮拜四之所以 交易量超過一千七百億 那禮拜五交過一千九百億 主要是把外資的錢 從它本來是parking 在公司債 跟金融債件的部分 我們在4月22號 會同央行 發一個文出去 從那裡把它趕出來 是最重要的原因 那像你剛剛講的 錢不是天天都可以趕出來 是 沒錯 那剛剛部長你有講說 只要那個量能夠衝大 是稅收能夠多 就很好 大家都笑了 我想當然這是一個 不是很嚴謹的話 我知道部長的意思是 雖然是這樣 但是從財經部會首長的 立場 是基本面 才是重要的 我想這一點是 給你一個機會再重新了 那主委 剛剛順大堅委員有講 就是這個 對於兩家保險公司 幸福國華 這個接收 這個鄧先生已經收押了 這個在最早最早 你記得不記得 最早在說要開始接管的時候 我們委員會就提到 相關的人不法的行為 一定要行事恕罪 這件事情當時你有沒有做這樣的承諾 沒錯 所以經委員報告 我們已經先後了 三次移送法辦 很好 因為很多的民間團體說 我們不夠盡責 我們不是最近才做這件事情 我們在非常久以前 第一個時間點 就要求主管機關就這件事情 不能夠掏空國庫 對不對 這個借國則吼 借鉤則豬 這不對的事情 是公益的事情 那重複的事情 我就不再講 就這個部分 該替國家追的 要替國家來追 沒錯 那再來我就請教兩位 兩位剛剛都在提到這個 銀行 這個金融合併的事情 最近一次成功的合併是哪一個案子 跟委員報告是去年是 中華開發併過萬泰銀行 好 那之前呢 因為剛剛你講不是很多嘛 是 從台北副辦銀行一直到現在 這個和台北市銀行一直到現在 對不對 對 那我剛剛高興就說 你們以 剛剛是好像張部長講 不只是工會啦 是 我認為工會就是要尊重 要按他們談 這個怎麼創造大家的共同利益 那兩位現在有沒有接見過工會的領袖 呃 跟委員報告 還是要求我們的部門主管去接見他們 我接見工會的領袖非常頻繁 他們假設要來見我基本上都非常 那針對這件事情他們還是這麼反對嗎 還是說有可能解套的方法 他們還是有意見 有意見可以 是 有意見可以溝通嘛 是 對不對 因為工會反對 我從來沒有聽過 我認為你們兩位 是不是能夠改變這樣的一個思維說 不是因為工會反對說沒有辦法做 這件事情你同意嗎 同意 同意嘛對不對 不能夠說 包括你剛剛講大股東是一個事情嘛對不對 好 那因為 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最近在研究 因為兩位說 公共病昨天也有媒體在講啊 公共病都推不動 這麼大的事情 這麼大的政策都推不動 所以這個一直還是媒體關切的事情 本習就研究了 這個當時的富邦 和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台北市銀行 兩位如果說他們 各種銀行 各種金融機構在合併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大家要公平的對待 沒有錯 這個是金融機構合併法 裡面有定名 定有的 要保障員工的權益 包括因為主委 你當過合庫的相關的主管 所以如果你有相關的這個行社 不動產 這個在 在合併的時候 在換股的 做換股的協議的時候 是不是 這個是重要的一個事項 沒有錯 工會資產 股東 都是重要事項 你同意嗎 是 同意嘛對不對 如果這樣的話 在合併的時候 資產的評估 是以限制呢 當時 譬如說最近你說中華 是不是以限制來做評估呢 還是以 原始購物的 這個成本 作為一個 資產的評估 跟委員報告 都會調整到公開的 公開市場 包括現在所謂101 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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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同意這樣 剛剛曾主委所講這樣的話 包括你101的這樣的 最近也是一定的程度要 不能夠離開市場的價格 太過禮魄 太過禮魄 你就是用公權力強制收購的話 那就是說 你必須要一定回饋他什麼事情嗎 這個應該是公開的一個操作 好 如果這樣的話 我的 調查的資料顯示了 當時富不洋銀行和台北市銀行 在合併的時候 所謂的這些他的行社 是用原始購入的價格 這 主委和部長 兩位是不是能夠把這件事情查清楚 台北市銀行當時是這樣來做合併的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就不符合市場的 也不符合這個公益 剛剛我們講這個保險公司的變購 也不符合這個社會的期待 這件事情是不是都一次來釐清 所以 跟委員報告 因為 當時的 富邦跟台北銀行 他已經上市上跪 所以他的市價 會 反映他 當時的股票現有的價值上 那又不一樣 跟我們前面談到 是不是公開上市的 又有另外 跟委員報告 假設是已經 上市上跪的公司 他要依照正義公司 有一套的股價制度 我想這樣好了 主委 是不是這個部分 請我們這個金管會 就這個部分 的這個質疑 把這樣的一個不動產的股價 怎麼樣轉換成是股價 這樣的一個狀況 如果當時的交易有所不法 我們一樣的 都是秉持公平 來查辦 你同意喔 部長 你認為 是不是如果說我們公股銀行 我們現在還有很多公股銀行 你剛剛提到 公股銀行做在河邊的時候 和民間銀行 也做這樣的宣示 一定不會損害到國家的財產 你同意嗎 包括你剛剛講 有兩個就是 土地銀行還有台灣銀行 雖然原則上 台灣銀行不可能 不需要 但其他的 這麼多還是公股 還是佔多數啊 在即使河邊的時候 我們只要是 對國家有利 對兩個 兩兆有利 公平合理就來做 在你同意 都是這樣來辦你 如果有違法 一樣來查辦 謝謝